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月20日 西维尔玉双杀华伦西亚 周四凌晨 西角地念一轮有连场好戏上演 其中华伦西亚坐镇主场迎战西维尔 各位球迷敬请收看M直播届时带来的现场直播 尽管马体会和巴赛龙拿场明显倒退 已经算是退出争冠行列 不过领头羊黄马并非毫无压力 皆因西维尔经济长久以来保持稳健发挥 让连赛锦标争夺 还留有很大悬念 精神面貌绝对好过华伦西亚 何况两队近况也有明显差异 近几次交锋网季也是一面倒 西维尔此行李应奏响凯歌 还记得华伦西亚本赛季有过非常不俗的开局 可惜续航能力不济 最近的16场联赛只得4胜6合6负 尽管上个月取得过一波三连胜 然而对手只不过是切尔达 埃尔切和利云特 前两者位居中下游 后者则是副班长 这波连胜的含进量实属有限 最近二场面对艾斯宾奴以及黄马 对于本轮与西维尔交锋 无疑更具备参考价值 无奈蝙蝠军团全失6分 得失求比位2比6 攻守两端严重失衡 老实说 迫使华伦西亚男以机身竞争行列 就是防守问题 最近连续6轮联赛未能保持清白之身 任凭甘卡路 古迪斯 卡路士苏拿等人让球队维持可观的入球率 遗憾居然未够填坑 更不利的是 华伦西亚手循环做客西维尔 可以说是被技术性击倒 上半场22分钟便陷入三球落后的恶镜 该亦无论控球率 传球成功率 射门次数 对抗成功次数 蝙蝠军团无疑不落于下风 时隔4个月后再次交锋 华伦西亚主场沦陷不足为奇 阵容方面 后卫加比尔保利斯达和中场卡路士 苏拿因商免疫 后卫泰亚利哥利亚和中场丹尼斯 卓利舒夫感染新冠病毒需要隔离 另一边乡 西维尔经济表现确实令人满意 过去二个赛季他们都是联赛第四名收官 维持着相当可观的竞争力 如今趁着马体会和巴塞的下滑成功击身到联赛锦标争夺当中 暂时只是比黄马少赛一场落后五分 如果按最理想情况来计算 理论上也只是二分差距 分分钟趁黄马犯错就可完成反超 可见全队上下队于接下来每一场都将会打醒十二分精神 留意近况 自从11月底输给黄马 西维尔过去六轮里面好取五胜一合 期间对阵马体会上演绝杀 面对巴塞在比赛后半段十人作战的情况下成功守核 充分挥发出争冠分子应有的韧性 值得称赞的是 西维尔经济最令人惊叹 无疑是防守专注度十足 近十场联赛有六场保持不失球 赛季至今共11场不失球暂时独占投 防守强度让华伦西亚根本无法媲美 与此同时 进攻端也做到多点开花 尽管前锋由素夫 恩尼斯里 和蒙尼亚艾哈达迪维国出战 非国杯近期不在阵中 好彩还有拉法 米亚 卢卡斯奥干波斯和博普 高美斯等人 封线人才挤挤 也是西维尔经济甚少遭遇领风的根本 更令人放心的是 包括手循环三比一击败华伦西亚在内 西维尔在双方近四次联赛 以及一次西班牙杯的交锋西数告捷 得失求比位9比1 风格牢牢占据上风 这让西维尔此番迎面看起来格外理想 阵容方面 后卫杰西斯拿华斯 中场艾利拉美拿和苏苏费南迪 饲养商B站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中心感谢您的眼看 小时候询吧 我们下一个平衡研究了 还是要不要提供 和苏费南迪 即使更维 sna 前一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